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原本前兩天大家非常憂心的中國大陸說要在台灣的周圍五六個區域 要做為期三到四天的軍事演習 所以大家反而就擔心說對股市會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結果昨天下午大陸那邊說射了大概十一枚飛彈 射完之後兩個小時之內就說他們的任務結束了 取消海陸空的一個管制 所以大家有點傻眼就是說不是說要搞三四天嗎 怎麼兩個小時就打到回府 所以就有點雷聲大雨點小 那當然就是說這次搞了兩岸有點緊張 但看起來就是彼此都有一點就是在做節制的一個動作 就是意思到了然後就明金收兵 所以原本預期說如果弄個三四天大概到週末結束 下禮拜一風波過去台股自然就會反彈 因為同時間美股一直漲 而且昨天的美國指數科技股還是比較強 費半漲 稻窮 跟S&P500都底 那NASDA也漲 那以科技股為主的這兩個指數 費半 連續七根的紅磅 那這個指數呢 已經佔到了半年線之上 這條深藍色的線是半年線 連漲七根紅磅突破半年線 那納子也是一樣NASDA 比四天七紅 昨天就站在半年線今天再往上漲 所以台股在這一段時間原本預期說美國在升息完之後 應該會有一波比較明顯的增量 或量能放大的往季線的反行情 結果反而因為佩洛西來台兩岸的緊張 軍事的演習 人家往上我們往下那個背離的非常的嚴重 所以前兩天我就說這個風波過去之後 台股落後太多他一定會補漲 結果沒有想到昨天原本說要 軍演三天的四天的怎麼兩個小時就結束了 所以今天台股就順勢做了一個反彈 就把前幾天落後國際股市的 今天一口氣要了一些回來 跑路最多漲339 中場漲337點收15,036點 又回到15,000點之上 然後今天的收盤的價位跟盤中的高點 都創下這個波段反彈以來的新高 所以軍事風波影響了那麼多天 大概影響了三天 結果一天就過高了 搞得覺得有點像鬧劇 當然有時候你就說馬後炮 經驗告訴我們說這種所謂的非 基本面的短期的對於大盤的影響 短期的風波 他常常來的快再去的也快 然後他會在一個極短時間之內 他就會漲回去到他原有的軌道 每一次都這樣講 其實最後結論每一次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都這樣表現 所以昨天最低還有14,545 今天已經來到了最高15,041點 昨天低點跟今天的高點差了500點 這個就是股市 因為其實本來就沒有什麼實質的經濟面上面的利空 其實那個都已經反應完了 兩岸的緊張其實就像我們說的 都比較像是虛張聲勢 做個面子 你說真的要插槍走火 兩岸打起來 全世界損失最大的大陸會是數一數二 這叫七傷拳 打人家一拳自傷七分 大陸其實這樣做並不划算 但是面子要緊 二十大也即將要召開了 所以終究還是要做個樣子 樣子做完了OK打道回府 大家風平浪靜 準備要再繼續做好我們基本面的研究 所以台股呢 因為我剛說 NASA跟非凡指數都已經過了半年 我們半年先在這邊 然後韓國的指數 韓國的指數 這個K線前面沒有 也已經超過了季線 日經指數是站在所有均線之上 所以台股是落後東亞的韓國 日本也落後美股 所以這個落後的空間就是我們補漲的機會 所以我認為台股再來 8月份的行情應該就會回歸到所謂的基本面的部分 那比如說 比如說 我一直強調說 下半年會非常明確的好的 比如說 網通 網通 一直強調網通 所以網通股其實本來就很強 就今天我們手上的6470的余智 大概 10點 四五十分的時候 然後 別讓人鎖上去 正常鎖的接近五千張 而且這個價格 不只是創波段新稿 代表你在這段時間聽到我的解盤 覺得有道理去買余智的 在今天你所有的持股全部都賺錢 因為創了波段新稿 而且從月線上來看 它是創掛牌以來的歷史的新稿 過去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以來 股價的新高紀錄 所以沒有人在這樣股票是虧錢的 所以這說明就是說其實 網通股它真的就是強 下半年景氣樂觀的不得了 另外所謂的IPC 車用 或者是Apple相關的部分 今天股價表現都很強勢 那這個等等我們一個一個再來談 那當然先聊一下就是說經濟課的部分 禮拜三的高點是315 最近大盤很不好 它就逆勢慢慢往上墊高 然後昨天高點317 低檔買盤有支撐所以股價不弱 今天從高點來到320塊半 為盤可惜 一個261張的 這應該是當充的賣壓 因為每天我也覺得很奇怪 經濟課又不是說成功量非常大的公司 常常成交比重 裡面有五成或者六成 甚至到七成是現股的當充 我也不懂為什麼這麼喜歡做經濟課 可是價格比較高 價差比較大 所以很多人喜歡用經濟課當充 所以有時候尾盤往上拉 那今天是尾盤往下打 這個大概就是現股當充 但是股價就是慢慢墊高 慢慢墊高 今天是一個亮縮 昨天2400張今天1883張 然後整個經濟課的空彈已經來到4224張 榮券的部分 昨天增加40張 來到1255張再創 歷史的新高 然後借券超過2900多張 所以兩個加起來 4224張再創新高 我說這個都是未來高空的動能跟養分 然後大陸的行政電腦的標案 看起來已經動起來了 因為過去這一個多禮拜陸續就有傳出 威盛有接到大陸的榮心的 透過威盛要去投片台積電的 我稱之為這叫過水單 因為這不是威盛自己研發的產品 威盛也沒有嘛 也沒有相關的IP了嘛 所以這叫過水單 然後世新據說也接到訂單 那客戶是誰目前我不了解 但是這兩兆都接到訂單 但它的客戶都跟經濟課無關 所以它並不是說經濟課的訂單被他們搶走 不是 因為經濟課當初收客戶的設計費 收了好幾億 產品做了兩年的研發 都已經研發出來了 怎麼可能說客戶棄單 然後重新去找別人下單 難道要重新付設計費 然後重新再研發一次 重新再投入量產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個無關搶單 那這告訴我們說 大陸的行政電腦標案它已經動起來了 所以所有的廠商都非常的積極 那參與這個行政電腦標案的廠商 總共有五家 裡面有兩家是經濟課的客戶 所以經濟課可以佔大概40%的施展率 所以當其他廠商都已經動起來的過程 那就告訴我們說 經濟課的客戶大概也要積極了 因為大家都開始要搶所謂的政府的預算 所以客戶前面已經經過兩年的研發 他設計費都已經付了那麼多錢 當你看到其他對手都已經開始要搶政府的預算的時候 要搶政府標案的時候 難道你不急嗎 你都已經投入這麼久了 所以我認為客戶的投拼量產已經見在懸上 已經見在懸上 現在就等最後簽約付款 錢收到 然後開始投入量產 那一旦投入量產 你看我抓晶圓代工的時間大概兩個月 然後端封測再加半個月 大概兩個半月的一個交期 所以快一點大概就10月11月份 你就會看到陸續就要交貨 那因為今年投入量產的時間有點delay 所以呢你沒趕得及在第三季量產交貨 第四季開始交 那整個第四季交貨的初期的量不大 但明年就會很多 因為我還是要強調 就是說四年八千萬台 這是中央的量 基本上我們量更大 總共加起來沒比兩億台 那今天如果佔40% 是非常大的量 所以說明年的營收三個五十億 這不是亂講的 因為以四星來說 現在一個月的營收就有十億 那我記得兩年前剛剛 這應該說接近三年前 剛剛說接到大陸的行政電腦換機的 處理器的訂單的時候 我記得說那時候股價的一百塊都不到 營收那個時候 一年的營收三十幾億 到現在一個月營收已經來到十億 也就是說一年營收有超過一百億的水準 其實這些公司都是這樣子成長的 經濟課只是再來一次而已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就是說 我在亂鬼扯說明年營收五十億 當然不信者很不信 但是我認為時間會證明我們是對的 那一旦投片量產 這就是最大的利多 所有的專業操盤人都在等這一個利多 確認下去 我認為買盤就來 因為投信幾乎沒有什麼持股 那外資很多都是假外資 那個也就沒什麼好講的 真正的法人買盤 操盤人買盤 我才投片之後 那時候要走的就是真正的軋空行情 這邊我認為就是最後等待階段了 就耐心等 那應該再等也不久 然後剛提到的網通的雨智 昨天就逆市漲 高點70塊 今天就漲077塊9 最強多頭的趨勢股 所以你去回想我怎麼講 我說我們堅持買的都是精明股 我們買的都是有那是毛利率 銀利率 EPS 或者是成長性最強的股票 所以當這些股票它有最強的數字 當它股價非常的低估 原本它就應該要創高 但是遇到大盤的一些非基本面的因素 比如說兩岸緊張的關係導致行情的下跌 股價被打下來從76打回到66塊多 這都是冤枉的 所以我昨天怎麼講 我說只要大盤直穩之後 這種數字最強的股票 它本來就是一個多頭的架構 它很快拉上去很快就會創新高 常常昨天言猶在耳 隔天就淹陣 就亮燈漲停 創全新的天價 代表所有的人賺錢 不管你聽我的話 買在任何一個價位到今天 你沒有一個人是虧損 打一通探勤 代表鄭老師對得起大家 因為我們選的真的就是精明股 那創新天價大家都賺 這個就是最強數字精明股的表現 因為我推估第二季的獲利 有兩塊四的實例 因為前面三個月 營收都從一億多跳兩億四二 兩億五六兩億五六 這三個月的單月獲利 可能都超過八毛到九毛 我們抓保守一點 第二季的獲利有機會來到兩塊四 如果不抓一些額外的費用 或者額外的損失 我認為有兩塊四的水準 這兩塊四的水準 我說介於中壘跟正積之間 因為中壘的股價今天也90 第一季賺1.29 第二季會比較多 但是我相信不會有 這個 宇治來的高 然後正積的部分 第一季賺2.42 第二季營收成長 但整個成長的不多 我認為第二季應該也差不多這個水準 所以呢 宇治的第二季獲利 可能就介於這兩家公共之間 甚至他可能跟正積差不了多少 那正積的股價今天 盤中的亮燈最高129 算接近130塊錢 然後網通股其實都很強 中壘股價比較溫吞一點 那也漲到92塊 另外還有 智邦今天股價來到最高是262 第一季的獲利2.3億 所以你要記起一些數字 就是說正積第一季賺2.4 股價大概130 然後智邦賺還少一點2.3億 股價260 所以還比正積又高一倍 但是第二季的宇治有可能也賺2塊多 我們抓保守一點就算只抓2塊 股價只有多少 77塊 所以人家是130 260他只有七億幾塊錢 所以我就說他的比價空間太大 後面會有所謂的財報的行情 我一直這樣講 我就說有一個財報的行情 所以今天就開始了 所以就說他介於中壘跟正義事件 他的比價空間非常大 先超過中壘 來慢慢接近正義則相當合理 一切都是反映數字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堅持買的都是金命股 我坐在這邊跟大家聊著 其實一直都是數字 就是只要有最強數字 最後股價一定會給你一個應該有的公道 那行情 我認為 國安基金就撐在那邊你要破敵眼 每股一路往上漲 你不彈眼 最近空單一堆 比如說金力科空單一堆 我認為就討不到便宜 後面只要立多實現 比如說 該簽的月簽的 財報出來 引收出來 往上供 那高溫行情就要開始 我認為很多股票都會有高溫行 然後 前幾天陸續布局的Apple訂單的金平股 今天也漲停 3081的聯亞 盤中量登漲停 尾盤稍微壓回一點點 股價拉回整理1234 兼第五天 一舉 帶量紅棒 拉回到短線均線之上 所以這是我說什麼 當大盤一指吻 會拉最快的 都是這一些 具備數字最強的金平股 因為他下半年要出貨Apple的手機 同時要出貨Apple的無線來耳機 就是AirPass 所以兩個訂單的加持 下半年的7月份的營收 先挑戰一次歷史的新高 估計下半年幾乎每個月營收 都會在新高的附近 成長然後都維持在高點附近 明年還有AR的演技 所以 今年可以說是從底部開始翻上來 開始進入到一個營收全新的新高階段 重點在於就是說 雖然說你看短線股價好像漲了不少 但其實如果說你用月線來看 它的股價是在過去7年多的絕對低檔 過去7年多股價最高是601塊 這一波最低是95 現在股價是140 股價還在一個絕對的低檔 只有當初高點的不到四分之 但營收已經要進入到一個新高的階段 而且是今年下半年創新高 明年會更強 而且有新的題材是明年AR演技 所以這種歷史低檔的股票 但是又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轉機 只差它的股價不是什麼2、30塊 但是100多塊 不然那漲起來可能更快 所以現階段要買的其實都是要買這種 下半年數字會非常明確好的股票 金利科或者宇治或者聯亞我認為都是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堅持只買金銘股 他們都有最好的毛利率、營益率、最強的EPS 最好的成長性跟最強的市占率 當這些條件都具備過程 股價就等一個市場環境的配合 今年都已經告一段落了不會再玩了 台股落後的要開始補漲 所以很多股票我認為再來會有相當強勢的表現 所以今天我們再佈局一檔全新8月份的最新的佈局 Apple加車用雙題材的標股 這股票我認為空間也是超過三成 是今天全新的佈局 8月份全新的佈局 因為第三季要先出貨Apple的MacBook 所以營收會明顯的走高 到第四季要出全新的車用的客戶 車用的客戶 所以下半年迎接一個超強的轉季 那跟宇智非常雷同股價70幾塊錢 那我認為都有上看三位輸出的實力 股價在高檔整理大概接近兩週時間 今天做了一個突破 那量還不明顯 明後天如果放量供上去 就跟宇智一樣加速上去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棒的金平股 所以歡迎大家來加入得LINE的觀望帳號 攝影小鼠 史丹梅哲 或者螢幕前的QR Code 你掃一下就可以加入 每年盤中11點多 你會有我解盤文章 我想對你在趨勢方向的判斷股票的選擇 類股的選擇 主流股的選擇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加入之後 留言正義加聯合電話 可以得到一檔8月份虎年新標股 就是這一檔最新的 Apple加車用雙題材的新標股 等等回來我們再聊其他的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對岸在台灣周邊沿海的軍演 雷聲大 雨點小 原本說要三天四天 結果兩個小時就說 我們已經完成任務了 我就打到回府 所以台股今天就慶祝式的一個 暴富性的反彈漲了三百多點 那再來我認為8月份的選股 就是回歸數字 回歸基本面 回歸金平股的選股 那看好的比如說網通的部分 那我們再度進場買進3062的健翰 上次已經小賺一趟了 賺個10來趴 今天這個短線創高拉回 我們再把股票買回來 尾盤收盤收31塊 收得還不錯 那這個股價 其實我認為隨時要過高 因為網通需求真的非常強勁 那七月份營收 會挑戰2019年以來的新高水準 前兩個月營收就已經非常強勁了 五月份月增75% 六月份再月增76% 從兩億跳三億五跳六億二三 七月份有機會看到超過七億的水準 然後往歷史新高做賣進 因為包含網通非常的旺 低軌衛星它的業績也非常的旺 那第三季的成長可能估計要計增高達八成 很有機會是網通股 在第三季的計增率的成長率的第一名 這之前我們做過這一趟的時候 我就已經講過 它會是網通第三季成長幅度的冠軍 所以網通股都很強 智邦啊 省準啊 兼智翼漲停板 那再來健翰我認為也有相當好看重 所以我們會持續的來回做操作 那Apple題材還有低價的金號 今天漲7.8%最高來到2.9塊 那它也是兩個 一個是車用的連接器 一個是AirPods的無線藍牙耳機的 內部的構建的訂單第三季 都將要大舉出貨 所以這個營收都會整個明顯的拉高 因為機息都不高 重點在於它股價就低了 聯亞還100多 它是二十幾塊錢 所以這種二十幾塊錢的股價上漲沒有壓力 只要一過高量一出來 短線說要漲三成 常常有時候一個禮拜就看到了 所以這種低價股的轉機股 操作起來速度是很快的 然後今天最新布局的這檔 Apple加車用雙題材的標股 它是中價位 跟宇治雷同七十幾塊錢 第三季出貨MacBook 第四季要出貨車用的新客戶 下半年迎接超強轉機 跟宇治一樣七十幾塊錢 都有上漢三位數字的實力 其實這都有超過三成的一個空間 所以歡迎大家來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帳號 搜尋小小鼠SRMS 或者SRMicrocode加入之後 那盤中11點多會有我的解盤的文章 加入之後留言正義加聯絡電話 可以得到8月份最新的虎年新標股 就是這檔Apple加車用雙題材的全新標股 所以大家收視聽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不符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